既然強調天文教育理念學校 和平國小當然要展現一下教學特色 安排一系列的天文科普活動 讓各校師長體驗 長榮百合國小校長體驗與洗盆 還在摸索技巧的他興致高昂的玩了起來 充當關注的學生忍不住示範 教教校長如何讓滿水臉盆水花時間 我們還好是什麼原理啊 就是這個 這個共振性上的那個震動能力 其他還有個關的知識天文體驗 小學生各個變身小老師 教導平時在課堂上教學的老師們 如何玩科學 角色互換相當有趣 同時會場也舉辦了環保天燈祈福 注意到了嗎 這天燈裡竟然沒有火 原來和平國小理念老師 是以瓦斯爐加熱方式 只要加熱10分鐘 溫度達到七八十度 天燈就可以燃燃升空 一般的天燈呢 它應該會有加熱系統 所以呢它容易發生火災 或是太高了影響航線 所以在屏東天氣比較乾燥之下 我們想說怎麼樣用天燈 然後又不會影響非安 或是其他火災的危險 所以我們發展出這樣一個天燈 就是底下下熱 但是天燈本身上面沒有吸到火源 這樣的話它會到三四層樓之下 它就會自動降下來 另外一個可以重複使用 不會製造環保的問題 除了便利又環保的天燈以外 這個體驗活動 也讓校長老師們很感興趣 圖 天王 海王 對 認識八大行星的DIY體驗 讓老師們像個孩子玩得好開心 和平國小理念教師 利用模型教材 讓學生透過上色 黏貼以及球體的大掃 淺顯易懂地記住八大行星 小朋友透過這個模型的彩繪 然後那個距離的這樣子實作之後 可以讓小朋友知道說 原來木星是這麼大 那我們的地球是這麼的小 然後木星上呢 也有一個大紅班 大紅班 它是跟我們地球比 就是比我們三個地球還要大喔 然後呢 我們可以這樣實作之後 可以知道說 天王星它是躺著轉的星球 有趣的教學方式 不只可以提升學生們的學習效率 更能促進學習興趣 現今社會學生多是低頭足 和平國小發展為天文教育理念學校 鼓勵學童教育走出校門 參與天空星河之美 讓學生可以從低頭足 變成抬頭足 和平國小發展的是天文以及科普 兩個項目的 這兩個項目 所以說和平國小是屏東縣的天文科普 理念學校 那麼這種所謂的理念就是 在發展一種本位課程 等於是補那個 我們教科書裡面的一些基本的課程之外 所以也是讓學生去學習說 科學的一種普及的技術教育 還有天文的一些知識 來擴充他們 和平國小強調 未來會提出更完整的課程 落實天文教育理念特色 並且開放屏東縣其他學校申請體驗 分享無限想像空間的教育資源 屏東新聞蔡立華唐新貴採訪報導